大家好,这里是破灭排球 2019年短道速华市井赛男子超级3000米决赛 两位韩国选手林孝俊和黄大县再度上演了厚颜无耻的一幕 最后一个弯道,俄国选手猛力冲刺试图超越韩国未保金牌 竟让排名第二的黄大县伸出手臂阻挡俄国名将冲刺 而这一行为也让俄国选手当场受伤 让我们一起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韩国队开始打乱了节奏 也是这样吗?和鲁一文一样? 没有鲁一文做得那么绝 好,然后加拿大这边迪布瓦上来了 埃里斯特拉托夫紧紧地追赶 他真是战斗的民族啊 因为他是孤军奋战,其他人都是团队做的 中国队吧,因为待会儿还会有五千米接力 所以也估计会有所保留吧 哇,吉拉托今天很凶啊 大镜好像还是受昨天摔了这个伤的影响 看他现在滑的都这个步伐的已经不太对了 不容易也希望大镜能够早上康复吧 身体状态是第一位 在接下来这个奥运周期还有三年 对不起,两年了,两年多吧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选手 特别是有优势的选手能够健健康康的 在日本选手渡边启泰 滑到了第一的位置上 大部队呢是剑驱平稳 现在任紫薇体力上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两手撑着大腿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 偏重于休息 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 比赛是刚刚过半 加拿大人又来了 又把这个局面给打乱 希拉德 李俊瑞在第二 五大竞就算已经放弃这比赛了 李俊瑞抄出来 他在带节奏 两个加拿大拳手串在第三位 注意看韩国人开始要变阵了 黄大县和林孝俊紧 紧随阿里斯拉托夫之后 吉拉德还在第一 但是大部队并没有被他甩远 对不起第一时间是迪布瓦 韩国人开始提速 上来速度是真快 当然迪布瓦现在速度也不慢 他第一次参加世界赛 冲劲很足 但是现在好像有点脱力了 韩国人上来速度太快了 败道超越 紧随他们俩之后的是 埃里斯特拉托夫 林孝俊第一 黄大县第二 埃里斯特拉托夫第三 杜边起态第四 李俊瑞第五 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整个这个队伍打散了 这个冲线的情况太危险了 林孝俊的冠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黄大县和埃里斯特拉托夫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碰撞呢 现在很重啊 俄罗斯的教练和队一已经跑过去了 好像面部磕到了 我们看啊 这个黄大县应该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党格 林孝俊是冠军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看 哎果然黄大县被罚出去了 这样俄罗斯拳手埃里斯特拉托夫 获得了亚军 我们看